今天讲接浸 接浸呢 手在下边叫接 叫承接 手在上边叫搭 刚才说到搭是搭在脚掌上 搭在脚掌前头 再一个搭到两五千斤 这是一个用什么 这是从鞋住点到膝盖 这还是你这个直不起腰的 你往上一拾 这一拾往膝盖上一扣 就用这个东西拍得出去 拍得出去 这叫在上要得势 怎么得得势 你往上一拾 得势 在底下要得劲 怎么得劲 你被你拍过 是吧 你瞬间你能弄些气 你能弄些气 是吧 这是这么一个概念 刚这么搭的时候 你看比如说拍我这儿 是吧 它得机 就得你这一拍 这样一来你再一拍它 出这个概念 这个呢它又叫急 嗯 嗯 别说这就没了 你双手往上一个 它又叫急 嗯 它又叫急 是吧 嗯 嗯 从轮里都变 蓬得急啊 这个急 它就是 它右手往这一搭 是吧 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 你左手往右手上这么一搭 你看 是怎么挤 你记得 它就是这么挤的 它就是这么挤的 是吧 哎 那么 上边叫搭 底下叫接 是吧 然后侧面 侧接 你看 比如说 你两个时候往身上推来了 这是一个 你的外边 都一个在你的里边 你看你推推来 都做了一个什么活 是吧 它那么在你侧面一搭 一带 嗯 嗯 没你上手超过推来 是吧 一搭一搭 是吧 你看 这么一搭一带 哎 一贴一带 这不能直着啊 直着拉着拉着这个身上 嗯 哎 你往前一瞬 看这么一贴了吧 哎 你看 反正要贴多了 你都出去 你看这个都困 也显得那么浓涩 他应该怎么的啊 这么一贴就走 哎 第一贴就走 哎 这个呢 我是左手贴上了 但是就没在脚上 没在跟上 嗯 倒脚 倒脚 它就是 它就是这样 嗯 在脚上 嗯 这么说 你这双手来了 双手来了 这就都上 都上外边来 看你 这来你的 这叫 这个 特接 是吧 哎 你接再 三次再回去 他在这 就是这样 是吧 嗯 嗯 这个劲 剩下就是正的接 嗯 推来 你呀 我一接 这叫正的接 正的 证的接 证的接在发的时候呢 看他也侧一个角度 啊 你看整个点 到了这儿呢 像发的时候 是吧 看这个角度 再发 绳迹 哎 咱们这一些一捋 一挤 你看一捋一挤 一捋一挤 这个时候这么一来 你比如说 你捋我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捋了一下 哈哈哈哈 捋了一个十兆 是吧 捋了一个十兆 你看 跟捋的结果 后来是 模棋 你这个 哎 还有就是 我这个 捋的这个 这个速度 嗯 不就是 给那个 来的那个速度 差距很大 是吧 差距差不多 还是 哇 我也能 稍微快一点速度 所以这个 这个捋得比捋快 对啊 对啊 你比如说 你往后等我 哈哈哈 是吧 这个 这个急不好练 嗯 就是啊 你比如你你退 我比你退的还快 嗯 那这就算你退的 这个叫叫退出得欲速 你比你你你捋我 哈哈 他承诺的概念 你比你还快 这个你提前 你出于一种 嗯 刷劲的那种 行费才行 是好 那是一个准备状态 也不然你是被动 情况下 人呆了一把 你都得不上 那那那那都不行 啊 你看 比如说我按你你捋我 是吧 他走这种概念 或者嘛 或者是罐子 要让他捋 我走也行 那那也是 哎那这 人家驴是 咱往前按 它开驴 你驴 驴干费 是吧 它都是比你设计的要早 要快 表面上是这么一按 你是真正驴我 它就出去了 以快打慢 它真是差几回 对 差几回 你驴这右手 驴右手这应该往那儿不理了 驴 驴应该左脚 那我瞅这儿啊 这么着大家 你驴这个右手的时候 舍着个手 驴 再拿手挤 它是左胖的 是吧 就是不要这个手了 不要手了 不要接 也不要那个来 关到这个点就行了 关到这个点就行了 哈哈哈哈 这个呢 后来呢 念念这边 我念过38是开一圈 38是开一圈 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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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圈 大概有一圈 那就是一个公骨 那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 不小 不小是怎么办 我一直不是那么大圈 就是你们来的这个圈呢 比如说你来的这个圈 它一圈圈圈的圈了 它也有圈圈圈的圈圈 一圈一圈 有鋁变脊,中间有个要点,不能断 比如说,鋁完了,先半年再鋁都不行 你鋁你还没有松下来呢,就吃了点紧 那个姜,就是要这么一个 鋁了断了根 它一断根部,但是点还没松下来 你挤它,你也是一断了,你那也浪费了 接不上吧,接不上 咱们链的呢,它是那个链 是吧,对对对,真的一断维的 链的就是那个链的状态 所以它粘链,它要粘,要粘的 它粘的呀,它是这种链链的 链的条件变得多的条件 它就是一个同等的重要性嘛 而且链不上你就用不上 这个链也是,我叫做应该,也是以这个松阵的技术 我看那是啊,那那是啊,它都是整体说话呀 是吧 你不弄链,你链,你看链把它改成这样的 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那种趋劲的状态 它目前也没得的事 所以这个链啊,你看这个链 你看这个,它随时能够扔,随时能发 你这个链,它才是正确的 对,有用的链,你看,是吧 所以这个,剩下就是顺势的 你看你转我一把 他转你,你就干脆就是,就跟着去一下 就加速它,加着延长它,加速它 就这么两条 剩下就是接,还是接这个劲 当这么接的时候,从点上来讲是这样的 但是咱们要是拿人的话,就不单纯是这样 就把他这个绑扇子这边,就一块儿烤进去了 看到不,就一块儿烤进去了 这个拿着绑子,它能够控制住度 它的这个人的身体,手的话没点用 这个一来,你要控,再度,看看 那这个,这个劲怎么就拿合适了呢 标准是这样,是吧 当这时候,它一来的时候 拿这个右肩跟左肩,让它找一条线上来 就算,就算优势,是吧 是吧,就再让它到这一条线上来 然后打这个串 你感觉它就,有的时候就不怎么好跳了 是吧,你看,这时候这么一接 把你绑子弄成这样,是吧 但是这个不,幅度大了呀 它都浪费时间,一般来讲,它用不着啊 咱们一打一斤,它就,它就,就,就,就完了 但是呢,这时候它以什么为好呢 以跟断步为好 对,这没打,然后跟上断步 对吧,跟上断步 所以好像没打起来,没跳起来 没打起来 没死一万里,完全感觉 我讲,那个跟断步打,跟断步打这个,就要是断步 这个,就要是断步 是吧,脚都会不得痛 嗯,就能断念 断步是那个,动量长啊 对,断步,断念 随便就这么一打,咱就这么半 就是断念 就是断步,要是不断步的话 就是,哎,叫着这个劲儿 用到我后背上来,打出去歪子 嗯,对 有,有空,能,能稍微控制点 对 要干的话,再进去,上后背 就出去了 它有的时候,一跳两跳 你那个,那劲儿卸不完 然后在那里面 这个劲,那个,这手这么一搭的时候 你看,你在外面,脚出来 在外面,脚出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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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侧面接劲 对吧 嗯,当这么的店子次 你左肘说着右肘的时候 是不是咱俩右肘 它的一个大侧面啊 从,从我的这个 这个那个,这个后方 往,到,到西南方 拿出,出那么一个斜面 对 That's it 那 you did 您看见到呢,下行乐是这个的方 但是,行乐是这个劲呢 なんか 它是这样的 你看ない ena 嗯,rence 你看见的是往正西 行乐她的劲是往西北 你看出来了 是吧 是吧 它形成的那个劲 这这么走进的 它是西北 它是拿了一个右前方的45度角打 那这这么大 你来你这 这一劲 是吧 这个呢 拓动化手就顶得多了点 那怎么啦 念这么一来 是吧 这打它再出去它都省点劲 所以这也是 是吧 但是呢由于 它这个力量形成最低限 因为它这个强弱了 所以在壮汉子来讲 他费点劲 他也是费点劲 你也不能有什么包贬 是吧 怎么回来 你费的大了 八十了 所以再用那种劲 才有特质测 算什么了 这是一个 拓着阶 再一个呢 是这么的拓着阶 你往这一来 这是一个拓着阶 你看 你引进一下 在落空 这也是一种打法 但是一般来讲 引进一下 在打呢 都柔和 啊 引一下在打 都柔和 为什么 引一下的过程呢 你心里面它都有 你看 这就是在打 你心里面它都有 就准备了 你看 它在这边 咱们练什么呀 拈到哪儿 在什么地上拈到 就直接从哪儿说话 比如说 从这儿拈住了 这手都不动了 直接 直接变向 打这边 手别再松 别再软 别再回来了 这不到了这儿吗 直接往这边打 直接往这边打 这样的练 全球有一个要求 有什么要求啊 你看 它呢 就前脚这么一落 只还 它都在 就在脚上 明白这个 对吧 前脚一落 这手一提 它就 它就在脚上 就去 就不能是在那 没在那 那就会做不着 就是 这个手在这儿 但是它就正在脚上 它就有这种要求 是吧 所以一来 这手一打 就是这种概念 这小子干嘛呢 脚上 你非常感到 关短气 那叫什么名字 赵醇贤 醇贤 什么叫臭醇 那也叫肉 这是 臭醇贤 不死好癢 都死好癢 就是好癢 我脱了 你那左肘 右肘也就脚上了吧 脱了一双肘 脱了一双肘 你那踏它就散了 再出去 出去团出去 那事 找一根引着手上来 找一根搁手来